大家好 我是龟沐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刘雨昕在美国的家被人偷了 女言员刘雨昕最近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发文吐槽 说自己在美国的房子遭到了窃贼光顾 值钱的东西被一扫而空 满目皆是狼藉 她感慨的说现在洛杉矶的治安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出门旅行一趟 回来家都被偷空了 警察来了也就是做做样子 几十年奋斗攒下来的家当化为泡影 各种损失加起来有几千万之巨 刘雨昕说她收拾屋子的时候一直在哭 就好像老天爷在有意要捉弄她一样 这次之后加州是真不想呆了 心理阴影太强烈 不敢睡觉 这几天维修工人和保洁给我讲了他们 帮其他被抢住户的维修经历 简直太可怕了 有的家庭一个月被贼光顾了五次 有的第一天没偷完 第二天又来接着偷 还把人给打伤了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多买保险 养个十几条猎犬 家里常年不离人 还学枪自己保护自己 其他都没用 有网友问她 家里放那么多值钱的东西 为什么不锁在保险柜里呢 刘雨昕答 我放了 但是保险柜让人给炸了 有网友问她 几千万的失签案警察那边就没个说法吗 刘雨昕答 没结果 让他们调我左右邻居的金库录像 他们说 这不是他们职责范围 需要我自己提供所有线索 有网友问她 你住在美国哪个区啊 治安怎么这么糟糕啊 刘雨昕答 比伏利山庄 有网友问她 贵重物品别放家里了 去银行租个保险箱吧 这年头 加州到处都是零元购啊 刘雨昕答 警察跟我说银行也被人偷了 还有网友问她 家里没装监控吗 报警器呢 安防很重要啊 得时刻防备着啊 刘雨昕答 都装了 没用 全给品庇 刘雨昕提到的比伏利山庄 常看好莱坞电影的同志和朋友 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 比伏利山庄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西部 以其豪华住宅 高端购物区和名人居住地闻名于世 被誉为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 因为坐落在比伏利山的山脚下 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故而这里被称之为比伏利山庄 既然号称是全世界最尊贵的住宅区 那么比伏利山庄的住户 肯定也都是大富大贵的社会民流了 我在网上简单找了一下 在比伏利山庄拥有或曾经拥有房产的迷人 包括但不屑于 迈克尔·杰克逊 流行音乐天王 曾在这里拥有豪宅 麦当纳 著名流行歌手和演员 布拉德·皮特 好莱坞著名演员 安吉丽娜·朱利 奥斯卡获奖演员 奥尼尔 前NBA篮球巨星 大卫·贝克汉姆 前英格兰足球队队长和著名足球运动员 成龙 这个就不用我介绍了 泰勒·斯维夫特 美国流行音乐天后和词曲创作人 杰森·斯坦森 英国著名动作片演员 阿尔戴尔 英国著名歌手和词曲创作人 虽然住在或在比利福山庄住过的名人名流不少 但是这里的治安环境也并非就是锅肉金汤 细说起来 其实刘雨昕的遭遇在比伏利山庄还不算是最惨的 她虽然被人偷了价值几千万的财产 但是好歹人没什么事 至于另外一些比伏利山庄的住户 他们可就没有刘雨昕这么幸运了 2021年12月 素有黑人音乐的教父之称的美国音乐家 克拉伦斯·阿凡特 在比伏利山庄的家中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谋杀案 凶手在凌晨时分闯入阿凡特的家里 并在刑切过程中开枪击中了阿凡特的81岁妻子杰奎林·阿凡特 导致她当场死亡 同年10月 好莱坞女行多利特·凯姆斯利在比伏利山庄的家中也遭遇了惊魂一幕 她在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床边竟然站着三名持枪劫匪 凯姆斯利的老公当时在伦敦出差 家里只有她带着两个孩子 其中一个劫匪看凯姆斯利醒了 居然当着她的面问另外两名同伙 咱要不杀了她算了 听到这个话的凯姆斯利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恳求劫匪看在她还是个母亲的份上放她一马 好在这三个强盗只是来涂财的 花了几十分钟把房间里的财物搜刮一空后就扬场而去 2020年白人警察跪杀黑人嫌犯 弗洛伊德案正经全美 玄机引起了震撼了全美的犯罪高潮 即便是住满民流 素以安全著称的比伏利山庄也无法倖免 虽然当地政府一度采取了 包括宵禁在内的紧急措施封锁主要街区 但是当地很多奢侈品商店 仍然在罪犯门的零元购活动中被洗劫一空 比伏利山庄也因此遭受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从2020年到现在 这也就短短四年光景 像比伏利山庄这样的全美守善之地的治安环境 都成了这样 可想而知 过去这些年来 美国其他社区的治安 那都得恶化到什么地步了 我无意在刘雨昕家失窃案中 对他个人的国籍背景和经济状态 做过多揣测 暂且先不管他现在到底 有没有拿到美国国籍或绿卡 也不管他那几千万身家 都是怎么搬到美国去的 至少在住房选址这一块 我得说他选择这地段实在是不怎么样 有没有增值空间我不知道 但你在安全这块得过得去吧 连最起码的防盗需求都满足不了 花那么多钱住在这种地方是图个什么呢 总不至于说 真就国内钱多个的荒 非得倒腾一部分到美国去 接激一下那边的犯罪分子才甘心吧 当然啊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刘雨昕 我想他当初应该也是做过一番调研 最后才把房子定在比伏利山庄 按说这全世界名流都趋之若鹜的伏地 治安环境就是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了 谁曾想美国的窃贼强盗们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也不管你比伏利山庄的安保 是不是比其他社区的严密 总之谁家钱多就挑谁下手 非要说刘雨昕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什么 那就是太相信某些人主观意想中的那个美国了 用国内的思维去套美国那边的现状 不出事就怪了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过去这些年来 我们国内议论厂上那个一直都很流行的说法 要是中国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好 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富人要把资产转移到美国呢 对于这个说法 我们的网友一般是这么反驳的 乌龟找王八 没准是在中国挣的钱不干净 所以也要找个不干净的地方存着才安心 现在我觉得我们反驳这个说法的用语可以更新一下 也可能是那些富人真的是心善 见不得美国那边的犯罪分子受苦受难 所以才把他们在中国的资产转移到美国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大概也算是共产主义了吧 哎呦不得了 这可是在基因德呢 看到这儿我估计有人要都能了解 又不是所有华人富人都和刘雨昕这样 大几千万的资产不存在银行里 也不买股票 也不搞投资 净整些值钱的贵重物件摆在家里 多的是聪明人把钱放在能够钱生钱的安全地方的 他一个刘雨昕算什么 他被人偷了 不代表其他华人富人也像他一样 紧借低呀 哎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说到境界高的 我还真想起来一个大人物 号称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的创始人 出生于我国江苏的加拿大人赵长鹏 这哥们最风光的那会儿 据说身家足足有好几百亿美元 几百亿美元的身家 还是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 这境界够高了吧 结果呢 2023年以涉嫌洗钱 无证汇款和违反制裁等罪名 美国司法部对赵长鹏和他的弊安 发起了调查和指控 本来干的也不是什么正经行的 所以啊 赵长鹏当时就乖乖认罪了 认罪协议该签签 巨额罚款该缴缴 可结果呢 美国政府还是不依不饶 前脚刚给美国司法部 交完43亿美元的罚款 后脚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闻着味就来了 又给他罚了28.5亿美元 美国确实是遵守契约精神 但是我又没和你说 我的政府机构是哪个 司法部和你达成的和解协议 关我们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什么事呢 你像刘雨昕一样 花钱买珠宝首饰放到家里 美国窃贼就会来偷 你跟赵长鹏似的 把钱都拿来搞投资 玩钱生钱的行当 美国政府就会来抢 一样的美国不一样的搞法 总有一款适合你 关于赵长鹏被美国政府机构 连割两茶韭菜这桩旧文 我的户官好友平原公子赵胜 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 我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震聋发聩 实际上在美国别说不法资产了 连华人的合法资产都不安全 诈骗还需要点迂回的技术手段 美国想要你的钱 连理由都懒得边 随时随地就能把你给充公了 这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二战时的日益集中营 俄乌冲突时被没收的俄裔富豪资产 硅谷银行倒闭时被吞掉的中国人的钱 都证明了美国的法治和私权 他们觉得我们不可理喻 嘲笑我们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自由市场 我们觉得他们匪夷所思 感慨他们 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美国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